海外维吾尔人权组织 美国维吾尔联盟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与11月10日向国际劳工组织致公开信督促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该伊莱德 要求谴责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强迫劳动 维吾尔人权项目负责人奥马尔·卡纳提表示 维吾尔人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国际劳工组织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保持沉默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库奈莎表示 国际劳工组织是在保护工人权益的基础上建立的 可是对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保持沉默 这是不可接受的 强调中共政府既然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其任务是禁止强迫劳动 可现实指出有太多证据表明中共政府所作所为 因此 国际劳工组织因打破沉默 追究责任 最近抵制中共政府举办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呼声越来越高 认为 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比 中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反对 11月8日 经济学院人发表文章说 澳大利亚 英国和美国的最高政府官员 都在积极参与这一进程 谴责中共政府非法拘留数百万维吾尔人 并实施强迫劳动和强制劫狱等反人类罪行 表示 在这样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举行奥运会是违背奥运精神 强调 德国纳粹与1936年在柏林举办过类似的比赛 以凸显希特勒的形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10日 在华盛顿里根总统基金会 自由与民主中心启动仪式中发表讲话 回顾了川普政府四年来的重要外交政策 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 蓬佩奥说 今天面对很多挑战 如应对中共 美国仍然是闪闪发光的国家 在过去的40多年来 美国对中共过于放任 而川普政府使美国对华政策有了转变 向中共问责 平等对待 南海的非法扩张 间谍 统战及科技盗窃行为 以及在东途决产西藏等地违反人权的行为 他说 对世界自由的第一大威胁就是中国共产党 好消息是 自由世界和主权国家正在向我们靠拢 周一 巴西卫生局叫停了中国产中共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 理由是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 巴西卫生监管机构对此决定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当局的声明中表示 严重不良反应可能导致死亡 致残 住院 造成出身缺陷或其他临床重大事件 科信中威在周二发表声明说 对其疫苗的安全性有幸吸引 此疫苗由中国科信生物公司研发 几个月来 中国科信正在同圣保罗研究所 在巴西进行这款疫苗的临床试验和生产 尼泊尔指控中共侵占与西藏接纳的西北部地区的部分领土 对尼泊尔官员的指控 中国否认并与媒体交锋 消息说 英国每日电讯报导 尼泊尔官员指控中共在五个边境地区侵占了尼泊尔领土 同时 中国还改变了戒河的流向 先前淹没的尼泊尔土地也被中共占领